本尊感谢法生 大家午安 想到 不然我简单分享一下 刚好这礼拜应该早上有同道讲到 这礼拜有一场本尊的开示 其实跟上次去台中 我相信有很多同道都有去参加台中这一场 台中这一场本尊有开始已经 以前都在讲说佛学也好 从最早他从天人合一思想 以前叫做天人合一显像纪念馆 然后就是属于道家的老庄的 中国文化的宋明理学 一直到佛学 甚至到了93集 有参了一些基督教的思想 还有中间50几集有西洋哲学 今天终于走到了科学 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量子力学 所以各位应该要替自己感到很骄傲 很感恩本尊 就是说你看以我们在场的年纪 有些是中年壮年 甚至有些已经是迈入老年了 竟然可以讲出量子力学这个词 这是吓死人 一般人你去随便问 非专业物理学领域的人 绝对不知道什么叫做量子力学 这是其中一点 当然我们不是在表达说我们的学术比人家高 而是说今天为什么能够走入科学 而是为什么之前不讲 是因为今天我就想起以前本尊在讲说 他是等我们的程度而程度 就是说以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本尊就讲说有一个光身 你有个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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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就你有个本体 所以以前都讲一句流行 拜本体 拜光 拜什么 都跟信仰还是差不多的 好像修行 信仰 好像跟本尊道蛮接近 只是不同的是开始往内找 一直到实现成法身 那这个实现成法身 法身跟本体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以本尊来讲 尽则本体 或者是讲说佛教讲的尽则法性 然后动则法身 那法身就好像说 我们今天我们灵魂 现在现居弟子 就是我们现在的肉身 你现在灵魂住得不对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肉身 不是你的户籍 是你住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这个身就是家 在佛教里面强调一句身就是家 为什么要讲出家 出家不是 当然佛教徒是听 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真正的出家 是表达出离 所以为什么释迦佛在《大藏经》里面 讲说道场的目的 是视线出离 出离是指说 心能够离开这个身体 而且还能够先找到心 然后才能够实践 所以我们今天本来就只有肉身 你就只有一个家 那你今天 释迦佛他有一个捏盘法身 所以他有一个捏盘法身 所以那是他的心家 他的灵魂实践了 庄子所说的安身立命之所 有一天我们人死啊 你的灵魂住哪里 你总是要有另外一个身体 所以有些人靠修 靠打坐 看能不能修成正果 就是说你能不能有法身 再一点就是基督教说的 属灵的身体才能入上帝的国 那属灵的身体 同样的道理 你是属灵的身体 现在这个身体是属肉 这是肉做 那是灵作的 不能讲灵作 要说那是升华过的灵魂 所以你的灵魂在里面能够成就 所以上帝的国 是属灵的身体才能到达 所以本人这一次 礼拜二又特别提到一点 他就说多玛福音提到 说有人问耶稣怎么样进上帝的国 是不是只要像小孩子一样 赤子之心就可以 耶稣回答他说 不是 你要上看成下 内看成外 两个 男的跟女的 两个看成一个人 那你就有机会进上帝的国 这是表达什么 就是表达佛教说的不恶 不恶法门 不恶也是一种法门 不恶也是一种觉知 所以为什么在台中的时候 本人提到量子力学 一个很有名的权威 就是薛丁格 他最有名的实验就是薛丁格的猫 这个故事也许渐渐开始有人听过 反正故事很简单 就是说他做一个实验 把一个盒子里面 关一只小猫 跟放一个毒药 那盒子盖起来 锁起来 然后接下来请大家讲出 现在的真实是什么 猫是死的还是活的 就有一派人讲说是死的 然后有些人讲说可能是活的 那可是在物质界 猫不可能同时是死跟活 这是很正常的相对逻辑 可是为什么本尊讲说 那个叫做感知实验 就是说你只有在心里面 你的实相 同时视线 死跟生 能够合一 不恶觉知 不恶法门 所有的东西 才会引用庄子那句 其一也一 就是你看到一样的 也是平等 其不一也一 就是说你看到不同的 也是一样 所以在体会本尊的道 都已经到了今时今日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你如何 能不能看出 这本来就是正常 就好像前几天 然后刚好有一个机会 跟一个同道聊天 聊到 然后他在讲说 中北部有一位 他跟我聊天 算是其实 也不能说是聊天 他有点小小抱怨 他就说有一位新同道 他境界都还没有充实好 认知也不够 然后什么时候 这之类的 但是在表达的时候 重点是我们在想 我们今天听到同道在讲 我们所有的人 所讲的话 当我们今天起心动念了 那就代表是 我们受影响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在讲 我讲的这个意思 就是本尊所说的 泰格尔告诉爱因斯坦的 宇宙只有一个 你就是宇宙 比如说假设今天 各位在场的 听到有人台上讲的 然后你发现 这个是新人 然后讲的时候 啊 说那 说那 转转都来本尊道还说那 结果你的心情受影响 那就代表是你的问题 不是人家的问题 因为是 人家本来就是这样子 他的标准 他的程度 只是不符合你的水准 所以我们在这里 再表达一个 为什么能够能合一 能合 守其处其合 不是说 要奸三天下 不二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会看出 这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打开新闻 有的人赞同谁 把谁当伟人 有些人把那些人当作是窃国的罪人 那是个人的看法 但是重点是你从这些 里面你能看得出 原来道就是这样子 道本无为 所以本尊在武士新观点里面 他回答王世间他在讲说他表达的是人心 人心就是争斗 表达政治就是争斗 本尊表达的是道心 道心找自己 庄子说的 人心唯唯 道心唯唯 人心危险的尾 人心总是这样 道心唯唯就好像你要找到德 你要找到自己 在这种混乱的世界中 好困难 闻闻描描不知道去队吹 所以才会讲一句说 学到的人如牛毛 然后得到的人如牛角 就是说你认识到的人 却是那个少之又少的 所以说如果能够找到自己 你获得你心态的平衡的话 那你就真的找到了 没有的话 你会发现全部都是别人的错 全部都是别人的问题 你是你心态不平衡 所以为什么本尊在讲说 这个量子力学已经走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因为你就是宇宙 这宇宙如果在你看来 有什么地方你不害怕 那就是自己的问题 一开始这种观念 刚听到的时候 会觉得很奇怪 没有没有就别人的问题 都是别人害我的 我也听过有人这样讲说 要不是我工作忙 我也可以来本尊到这里探讨 要不是媒体害我 要不是新闻害我 要不是我家人不同意 要不是我另一半怎样怎样 可是实际上不是 找新没有理由 绝对这个法性如是 你要找他就 反者刀之动 你一往回他就找到了 你没有转转都别人的问题 其实都是自己的逻辑 在概念在作祟 所以本尊特别讲 我们之所以人有恐惧 是因为我们的第七意识 对自我存在死亡的害怕 我们现在所有怕的事情 都是因为跟死亡有关系 要么亲人的死亡 要么自己的死亡 要么痛苦什么什么都跟死亡相关 所以为什么 本尊这次在讲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如何找到自己的法身 在里面安住 你在里面十项 能够入无余捏盘 那我们肉身 以科学来讲 长宽高三次元 空间三次元 然后再加一个时间 四次元 我们活在一个至少四次元的世界 一直有人推上去 可是法身零次元 所以它本身没有时间跟空间 跨力无法 你当下显发 你刹那就是永恒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为什么本尊上电视 别人都用什么方式来看 但是本尊能够静得下来 他不跟人家争斗的原因是因为 在本尊的观念 本来世间就见雄 引用老子那句话 上世闻道 情而行之 中世闻道 若存若亡 下世不孝不足以为道 所以本尊只是表达自己 本尊就说 分心 现在大家在笑 有一天分心也是要叫 就是 救到你的也是你笑的 就好像以前 切利略说地球是圆的 大家笑它 它也因此被判刑 甚至怎样怎样 可是等到哪一天 大家当时的笑 只是笑自己的 跟不上时代 跟不上未来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刚刚我听到台下就要讲 粉尊现在讲量子力学 就代表大家的程度 不管是科学来讲什么 我们不跟人家比 可是你自己知道说 能够探讨生命 走到这个阶段 那是真的很幸福 真的很感恩 我分享到这里 感恩粉尊 谢谢 谢谢